五苍鱼的做法呢在平常有红烧有清蒸 那么这期呢为大家分享这道双胶开瓶苍鱼的做法 鲜香微辣非常的开胃好吃 哈喽大家好我是猪猪大山 爱美食的我每期呈现给你不一样的味道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苍鱼改刀 这个苍鱼呢我们已经提前宰杀过了 已经去过林了 现在呢我们先把它改刀 首先呢先将鱼头取下 刀呢从这个鱼鳍处下刀把头取下 接着呢再把这个鱼尾剁下 接下来呢把这个鱼身改刀 鱼身改刀呢切成这个镰刀片 也叫梳子发刀像这个梳子一样 再给这个鱼身改刀时 每一片鱼片呢大概间隔0.6厘米左右 我们在改刀的时候呢是从鱼的背部下刀 然后呢切到鱼的肚底 注意不要把这个鱼肚底的连接处切断 大家呢在第一次改刀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分成两步 第一步呢我们先在鱼身上改上浅一些的数字发刀 第二步呢我们再像这样改的稍微深一些 这样子做呢我们在改刀的时候呢更加的方便 而且呢我们在改刀的时候呢 也不会把这个鱼的腹部的连接处呢把它切断 五昌鱼改好刀之后呢下一步我们开始腌制昌鱼 准备好生姜和小葱 首先我们先将生姜呢用刀背拍一下 把生姜拍散接着呢再把小葱的葱白拍一下 这样呢更加容易出味 改小刀之后呢放入配菜盘中 下一步呢我们开始来腌制昌鱼 把这个改小刀的葱和姜呢放入盆中 再往这个盆中呢加入一勺清水 然后呢我们用手去揉搓这个生姜和小葱 把这个葱姜的味道的全部揉搓出来 接下来呢我们再往盆中呢加入少许的黄酒 这个黄酒呢也可以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 接着我们再往盆中加入四颗盐 然后呢我们用手把这个盐味呢全部的搅拌均匀 这样子做呢我们在腌制鱼的时候呢会更加的入味 大家看这是我们改好刀的梳子发刀 所以说呢一定不要切断 切断了蒸在的造型呢就不好看了 把鲧鱼呢放入盆中 用葱姜水呢把鲧鱼涂抹均匀 腌制20分钟左右 最后呢我们再放入少许的白胡椒粉 这样呢也可以去除鲧鱼的腥味增加香味 如果是夏天呢我们需要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 放入保鲜冰箱 腌制20分钟左右 冬天的话就不需要了 下一步呢把腌制好的鲧鱼呢剪去葱和姜 把鲧鱼摆入盘中 把鲧鱼摆成孔雀开瓶的感觉 呈现了开瓶的样子 再把这个鱼头呢鱼尾摆入盘中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提前熬制好的红色剁椒 像这样呢每一片鱼身上全部的放上少许的红色剁椒 接着再往鱼片上呢放上我们提前熬制好的青色的剁椒 每个鱼片上都放上少许的青色剁椒 这样子呢就呈现出双胶的感觉 红胶和青胶 下一步呢我们开始争执这个双胶开瓶鱼 等这个蒸香上齐之后呢我们把鲧鱼放入蒸香中蒸制6分钟左右即可拿出 时间到这个时候呢鲧鱼呢已经蒸制好了 我们把它拿出 这个时候的鲧鱼呢颜色特别的好看 青椒红椒 它的汤汁呢也非常的清澈透明 所以说呢要想做好这道菜呢这个双胶也要熬的非常好非常到位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往鱼身上淋上少许的蒸鱼齿油 这个蒸鱼齿油呢我们不需要放的太多放少许即可 最后一步呢我们烧热油把这个小葱花呢放在油中爆一下 浇在这个鱼片上面 那么这道双胶开瓶鱼我们就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朋友们 我们在做这道双胶开瓶鱼鱼时呢有几点要注意 首先第一步呢改刀要改得好 第二呢这个鱼改得好呢需要提前腌制一下 这样呢才能去除鲧鱼的腥味 第三呢就是这个剁椒 这个剁椒呢我们一定要熬制的非常的好 最后希望看到我视频的朋友呢能够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感谢呢大家对我一直的支持 本期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呢下期见